什么人关于孙孙的 出来 大人 小女子害羞 不想见人 这位姑娘 好生亏我 长得这么高跳 讨厌 人家只是长得高了一些 至于这么说人家吗 官爷 官爷 查也查过了 是否可以给我们放行 你 你 可以走了 他 留下 你 看这十分可疑 先不许入城 姐姐 走 你们没有证据 先生不让我进去 来 这是上面的命令 我们也是天命行事 放心 谢谢 来 王爷 放心 一切都在安排了 谢谢 也多亏了王妃的救助 谢谢 没事 王爷 大人 城门口有个姑娘 行迹可疑 是否带来一看 来 谢谢 谢谢 放开 我自己走 阿姐 阿姐 放开放开 阿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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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亿 阿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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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阿姐 好看 特别好看 好看 阿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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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振作旗鼓 重建家园 苏念姑娘可是花魁 想要一睹风采的人 肯定很多吧 那肯定啊 星亿 啊 你听我说 你们这一路 周车劳顿 桑夫人那儿条件 想必不好 明日你就请苏念姑娘过来 跟我们一起住吧 啊 啊 什么啊 让你去你就赶紧去 好 好 阿姐 你别总那样看我 乖不好意思 你现在 赶紧去把衣服给我换了 这什么样子 好嘞 说吧 又有什么鬼点子啊 我知道怎么抽银子了 你是想请苏念姑娘来帮忙 苏念姑娘可是关键 姐姐 我翻遍了整个院子 都没有找到南轩的关押之地 是不是 不在北王的寺宅里 其他地方探查都没有 那就一定在四宅 再仔仔细细地搜查 看是否有密室牢房 是 见过公主 苏姑娘免礼 苏姑娘真是心善之人 眼下这柳州城正是重建之时 你们的一眼 给了百姓很多的希望 公主 公主过奖了 但是这百姓 光有希望还是不够的 柳州城 百废待兴 重建房屋修汽水道 需要很多的银子 需要很多的银子 公主有什么吩咐 苏念定全力以赴 姑娘可真是爽快之人 此次邀你们来这里小住 其实还是希望你们可以再做一次演出 我会邀请一些贵客前来观看义娟 来帮助这些在民 那苏念一定好好准备 那就谢过姑娘了 这名单上附近的富商园外无一遗漏 这名单上附近的富商园外无一遗漏 看来阿月这次 能抽到不少银子 真没有遗漏吗 这些我可都是打听了很久才整理的名单 从里面反复筛选 选了最有钱的 下了白天 果然是阿月 此次有你的帮助 柳州定能很快重建 百姓们也能过上安稳的日子 我觉得你也很好啊 这几日你都亲自上阵 指挥柳州重建事宜 好几日都没有见到你了 谁能想到 在柳州美名传扬的北王 曾经是一个废物王爷呢 那阿月现在 还觉得我是废物王爷 得再观察观察 那这次在柳州啊 你可要好好看看 你怎么还不回来啊 你怎么还不回来啊 来 来 来 湿不湿的呀 我在四处都找遍了 就找了盘瓜子 还受潮了 凑吃吧 这柳城什么破地方呀 皇兄捐的钱 能救得了这儿吗 皇爷 此地可得谨言慎行啊 这要传出去 可以找麻烦 你给我闭嘴 都是你出的所有主意 要不本王能在这儿吗 连口吃的都没有 好 北王和未来的王妃 那感情真是让人羡慕 可不是嘛 他们一同施州救济 真是大好人哪 听说北王和王妃 还要举办一场一眼活动 请了上京城的第一花魁 苏念来献议 给柳州的灾民筹措银两 真是活菩萨在世啊 柳州的百姓啊 有福了 周时宜 阿世纳柱 说好了家伙 一个傻瓜 一个骗我 王爷 不去 不去 您还去 您还去 你看这茶水还不错 你看这茶水还不错 我不管啊 一眼我也要去 你去准备 没问题王爷 我这就去安排 这就去安排 是 姐姐 我已经找到了 府中关押南巡的 所在之处 一眼灯天 按计划行事 去安排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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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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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当然想 感谢王妃的邀约 苏念姑娘真不愧是上京城第一花魁 在下听闻苏念姑娘的武艺也是一决 不知是否能让苏念姑娘为我们献舞一曲 让我们也一睹苏念姑娘的风采啊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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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当然可以 但是苏姑娘今日献议是为了柳州的百姓是大义 苏姑娘听闻柳州百姓遭难后 她便查不思 饭不尽 每日忧思 直到近日听闻各位老爷要捐钱捐物 才振作起精神 才振作起精神 决定献议以表感激之情 各位老爷真的是救了苏姑娘的命 更是救了全柳州百姓的命 可谓是一段佳话 苏念在此谢过各位贵人 小女子这就下去准备给各位献舞 这可有的期待啊 苏念姑娘为了我们柳州能做到如此 真是令人钦佩 我决定 捐献文银五百两 来成就姑娘的大义之举 我也捐献三百两 我捐献一百两 我捐献二百两 我捐献二百两 一百两 一百两 五十两 苏念 奇怪 人怎么不见了 谢谢各位的慷慨捐助 北王定会将各位的功绩上表朝堂 并且还会刻碑留念 让全柳州百姓世世代代都记得 大家的大恩大德 我捐一千两 难啊 让柳州的百姓感激南王的恩德 而不是北王的 知道了吗 你来做什么呀 当然是来接你回府了 你凭什么接她回府啊 你还不知道吧 公主已经答应嫁给我了 你做了什么 你 cine什么意思 你真想不到啊 你瞎说什么呢 当你别说 别弄弄了我的一眼 这 kanske没有 真要不妄想 这笑不懂 真的 selector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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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世宇 你还不知道吧 你被巫谋逆那段时间 他已经是男王妃了 我那是为了来柳州的权宜之计 嗯 什么权宜之计 我听不懂啊 答应嫁给我 就必须嫁给我 反正我欠阿月 聪明人都看得出来 你俩这是在秀恩爱吧 有刺客 找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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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快走 杨蓄 又是你 我还没罚号呢 莫爷 我是咱们的人 好啊 周志玄 又是你 不是我 我还没摔杯呢 周志玄 不想死的话 就赶紧叫你的人来帮忙 我才不帮你呢 你少吓唬我 你觉得我死的话 你还能活吗 你还能活吗 苏联 南勋 对不起了 你还有什么愿望 我替你实现 那死在你的手里 我也忘了 想必你是 吃了很多苦啊 才成为这凤月阁的第一花魁 是啊 毕竟我出身卑贱 又是月季 又有谁 会真正相互于我 苏联 你杀手 南勋 要是北王回到上京城 让皇上知道今日之事的话 你可就要变成诛杀亲弟 犯上谋宁的罪人了 快 王爷杜手吧 此事正是好时机 既不可适 这 可他刚才也算救了我一命啊 那咱们就坐手于王之力 你 杨絮 杨絮 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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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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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说我是来诛杀亲弟的 我就是来十元北王的 都给我拿下 回去灵赏 你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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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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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这是在哪里 这里一片虚无 天地不分 我想我们可能是进入到了玉佩之处 玉佩之处 但是之前从未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而且我们俩身上的伤也没了 天选之人因缘惠 乾坤一度万物星 千回百转终有尽 只带两心相知识 这是什么意思啊 可能是因为血染了玉佩 才会有不一样的情况出现 而这真言 应该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会拥有玉佩 并获得奇遇的解释 有道理 那我可得把这些话都记牢了 万一以后要是用得着呢 天选之人因缘惠 乾坤一度 啊 哈 哈 哈 啊 啊 我 杨宣 快带本王逃离这个是非之地 是 走 你刷住 休假逃 怎么不见了 那双眼睛 丞相 天使 为何老夫刚刚感到一阵神志模糊 这 赤才老朽 在打坐入定中 也隐隐感到浩玉有所异动 有所异动 时间如指 异动如指之折痕 折痕展开来的瞬息 一切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 天使 你能不能把话讲得直白一些 时间折叠万物尽致 时间拉平后又回溯到了起点 时间折叠 天使 你刚才所说的异动 莫非是时间折叠所致 苏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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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嫂妮 此刻 ED 你们 待会儿 我 到了 不 那个 要 我 稀 都 是 你 你什么你 苏妮 感谢你这么危急的时刻 还想着我 苏妮 王爷 清理得差不多了 那些杀手见人多不敌 都逃跑了 南王殿下也趁乱走了 属下今日护卫不力 还望王爷恕罪 不怪你 本王今日也有些疏忽 好在南巡还在密室当中 属下已经安排人 将他密宋回京 对了 星义王子说 有一名女杀手 差点在密室之内杀了她 是星义王子拼死抵抗 这才保住南巡 女杀手 星义这小子有进步啊 都能顶上大用了 把事情处理一下 看来我们也要尽快回上京城了 留在柳州 怕是会再生时短 是 属下这就去安排 那等我把那些附上的银子要到 给了柳枝州咱们就会 但你这银子 怕是不好要了 今日可把他们都下着了 本王妃亲自等门去要 谁敢不给 还是王妃厉害 阿姐 周世宇呢 你不是叫他来吃饭吗 菜都凉了 他不在屋里 这几天他也是够奇怪的 最近总是不在 是去哪儿了呢 怎么就亲了呢 奇怪 什么亲 没说啊 我就是我说吃饭 菜都凉了 就知道吃 还有 什么叫周时宇啊 人家是北王 一点礼貌都没有呢 你还在这儿护上 你说时宇最近在忙什么呀 这柳州的重建 时宜进行得都很顺利 柳之洲监督得也很严格 也不需要他亲自去监督了呀 是挺奇怪 他不会是 看上哪家姑娘了吧 吃你的 吃饭也赌不上你的嘴 小丽近日身体不适 王爷今天是否先去看看她 也好 那走吧 小丽 小丽是谁 周时宇这几天 不会在外面寻花问柳吧 寻花问柳 不会吧 阿姐 你得跟上去看看 她要是 跟外面哪家姑娘在一起了 你就突然出现 抓她个措手不及 我可没时间跟着她 马上就要回上京城了 我得去买点 纪念的东西 我也要去 你不许去 我要是看到你到处乱跑 我就让你再换上女装 送到官府去 不去就不去 阿姐你好凶啊 王爷 王妃好像在后面跟踪我们 要不要我送王妃回去 没事 她想跟着就跟着吧 可是王爷 这样我们的事情 不就被王妃知道了吗 无妨 本来也打算跟她说了 是 怎么回事啊 不是要来看什么小丽吗 那这荒郊野外做什么呀